2023年11月22日杨时光金钱报 重点整理本期作者重要观点如下 1.统计误差可能会影响决策的品质 2.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迅速下降 3.美国的乘务销售创近30年新低 4.美国的房地产需求受到高息环境的严重压抑 5.美国的房价虚高 6.美国的衰退可能会加快 本期重点分析解释如下 1.统计误差可能会影响决策的品质 在节目中杨时光提到由于统计误差的存在 导致美国的市场价格和资产价格出现了矛盾的现象 例如通货膨胀预期正在迅速下降 但股市和房市却依然高涨 这表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误差 因此在进行决策时必须对统计数据进行审慎的分析 2.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迅速下降 杨时光提到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迅速下降 这表明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正在降低 这可能是由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Fed加息的预期增加 以及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期增加 3.美国的乘务销售创近30年新低 杨时光提到美国的乘务销售创近30年新低 这表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疲软 这可能由于高息环境 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预期等因素造成 4.美国的房地产需求受到高息环境的严重压抑 杨时光提到 美国的房地产需求受到高息环境的严重压抑 这表明高息环境正在抑制美国人购房的欲望 5.美国的房价虚高 杨时光提到美国的房价虚高 这表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 房价虚高的原因可能包括高息环境 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投机等因素 6.美国的衰退可能会加快 杨时光提到美国的衰退可能会加快 这表明美国经济面临着衰退的风险 这可能由于高通胀 高利率和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造成 此外杨时光还提到 美国的北交所交易量创始以来首度突破百亿 这表明中国的股市正在受到市场参与者的关注 希望本次内容对你有帮助